2000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提出了不治、以病、治未病、百病、皆生于气、妻情内伤等的一概念 让我们了解疾病的原因,也了解到情绪也能治病的因素 今天以美国著名大卫霍金斯博士的能量图表来印证这七情内伤的一个理论 大道自检,易移行,贵坚持 嗨,大家好,我是王美玲,市民中医师 爱因斯坦说明了物质的本质就是能量 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微观旋转的粒子组成的 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 是粒子的振动使到我们的世界表现出目前的丰富多姿多彩的样子 大卫霍金斯博士与诺贝尔物理得奖者合作 运用了人体运动学的基本原理 结合使用精密的物理学仪器 经过近30年长期的临床实验 随即显得了测试者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科、南美、北欧等地 包括各种不同的种族、文化、行业、年龄等多元性指标 累积了几千人次和几百万笔的资料 经过精密和统计分析之后 发现人类各种不同的意识层次 都有不同相应的能量振动频率、物理学指数 人的生命体会随着精神状况、意识的不同 而有能量的强以弱起伏 霍金斯博士应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 发现了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隐藏在人意识的图表 根据这个意识图可以把人类的意识影射到一至一千的频率标度 指范围一共划分了17个等级 人的邪念会导致最低的频率 当你想的是自知罪恶的邪念时 你就是在削弱自己的能量层级 建高一致的就是报复的恶念 冷漠或绝望 忧伤或痛悔 害怕与焦虑 失欲的渴求 发火和恐惧 骄傲与刻薄 这些都是对生命有害 但勇气 状态在200 是中性的往上信任 信任带来淡定 开始有益于你的生命 在往上的频率 依次就是乐观温和宽容 理智合理 达到500的人爱和爱 和尊敬能及的人 就是极其稀少的 在网上更加罕见的平和安详 许悦在540以上 凝禁的极乐就是在600 最后是正觉开悟 其实在700至1000 当某人的意识能及 由于内在的情绪 或外在的条件而降至200以下 它就会丧失生命的能量 变得更加脆弱 更加不健康 生命缺乏活力和动力 更加为环境所左右 达到500的人 已经拥有了非常强大的力量 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人 世界上只有千分之四的人 能达到这个能级 超越600的人 地球上已经算是凤毛菱角 只有千万分之一 科学家实验结果表明 因为一个人的能量成绩 都是由他这一个人的心念 动机行为标准和心灵境界决定的 而一个人的能量成绩 又决定了这一个人的一生的一切 所以每一个人最终将会是 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念头 以源行为的负责者 并将重新体验那些 我们使别人遭受的痛苦 贺经师亲眼就目睹到 最高最快的频率是700 出现在他当年研究特丽莎修女 也就在1910年至1997年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 当特丽莎修女走进这个屋子里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的人都充满了莫名的幸福感 他的出现使到人们几乎不想起任何的一个杂念和怨恨 所以存在这一切都有一定的意识水准和能量水准 所以不论是书籍、食物、水、衣服、人、动物、建筑、汽车、电影、运动、音乐等 通通通都有一个确定的能量级 而绝大多数流行的歌曲的能量级都低于200以下 无怪乎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人表现出低于意识能级的行为 流行的文化大多数都低于意识低人级的 所以今天大多数的电影把观众的能级降到200以下的水准 之所以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所谓的高人或者是经典作品 比如文学著作、音乐、绘画、名作等 或者是经典、古代的僧人经典 是因为他的能量水准和这个高人或经典的能量水准根本不相应 也就是说无法与这个高人或经典保持共振 也就是理所当然没有办法遇见高人或读到经典了 在这个世界上能及高于500的书籍、音乐、电影、美术作品、文章、建筑事物等等 真是寥寥无几 如果有幸能遇到的话 那就是巨大的一个福气和缘分了 而这个伟大的秘密 如果你能融会贯通 将真实的会改变您的一切 改变您的生命 让您真的踏上全新人生的道路 好,如果您能看到这个视频 说明您真的有缘分 如果您了解了 而能导正自己有所偏差的思想、行为、观念的话 那就是很有福气的人啊 霍金师这个能量表呢 也印证了2000多年前 《黄帝内经》所说的七情内商的理论 这就是古人的智慧 大到自解的中医智慧 而喜欢赐贫的您 请给一赞、分享、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 再见